王毅昌老师 以年轻学生为主的抗议群众 26号晚间重新在望脚和尖沙嘴等地聚集 把白天恢复通车的街道重新塞得满满的 午夜之前警民双方呈现对峙僵局 直到27号凌晨4点冲突爆发 许多人遭到逮捕 还有民众被打得头破血流 香港媒体的报道指出 有鉴于9月28号深夜 也就是战中行动发起前夕 警方动用催泪瓦斯弹 让新闻画面看来令人触目惊心 因此26号白天到深夜的驱离行动 警方改用喷雾式催泪瓦斯 另外相对于一些抗议民众当场被逮捕关押 10月15号深夜涉嫌动用私刑 把抗议者拖到暗向围殴的七名警员 警方也在26号清场的同时 放出这七名警员被逮捕的消息 亲民主派的信报等媒体认为 这显示港府越来越精通 镇压民主运动的新闻操作 涌拖了一个多月才逮捕犯罚警员的讯息 和避免催泪瓦斯爆炸声 来平衡海内外媒体与民众对于清场行动的认知 中国的中央政府坚决的支持 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处置 在警方26号白天清场的同时 香港立法会也通过动议 促请政府提出可行的政改方案 华尔街日报指出 北京当局正在探讨如何回应港人 对于普选方式的不满 但这不代表北京与港府有意妥协 因为中国人大不可能撤回831决议 也就是坚持特首候选人 必须经过北京筛选 记者徐家仁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访访转发送 好